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强 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悄悄为他定美丽的妆 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 我希望每一秒远起慢慢 穿着净条细圈的情侣衣装 我们是行走的浪漫 让我待在你的身边 看星光点点 每一次呼吸都变甜 看着流星划过天边 我们许个愿 每天都有心动感觉 看看你这春心荡漾的样子 收敛着点爱 你既然已经恢复了 别忘了干正事 我记着呢 我可没看出来 不过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如果你能解决因缘乱象的话 兴许天地能准许你留在人间 就算你跟小雅现在再恩爱 也有到头的那一天 这两天我也在想 要想解决这因缘乱象 还得从根源出发 根源 红蓝树 怎么突然想起来 救红蓝树了 你不是说 你的仙法没有用吗 现在不一样了 之前用法力 可以种出生魂花 这次救活红蓝树 应该也可以 是 必须 公子你终于出门了 这是要去衙门吗 在房间 大家都有点闷 公子可是想通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是你的 永远都跑不了 我这是心疼你 堂堂红蓝台玉石 还怕找不着良配吗 我对红蓝树发誓 公子 红蓝树活了 快走 走 马三龙 好像没动静了 再等等 滴 来 来 来 怎么会这样啊 你们在做什么 救赎 你这是劈掉他 不对啊 我明明看到他刚才冒光了呀 你看错了 没有 现在 现在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快想想办法吧 只要是被人看到了 那就完蛋了 都有好几个人举报破坏红蓝树了 谁干他 我 我 我就是想救活他 能救活着早就救活了 你去动他干什么呀 他至少有个枯树放在那儿 老百姓他也有个盘头啊 现在怎么办呢 卢千玲 呃 大人 被职 又给您添麻烦了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抱怨也于事无补 先把后山封起来 不要让人靠近 呃 书掌柜 这几日 可再好好想想补救措施 就按大人说的吧 阿丁啊 待人封山 是 官府把后山封了 不让人见 出什么事了 好像是第一枚把红蓝树的树枝砍了不少 第一枚是不是封了 哎 你们知道吗 第一枚掌柜封了 他把红蓝树的树根都砍断了 真的 这下完了 这红蓝树死了 碰了一元的风水 犯了一元神的机会 只要成亲逼城大祸呀 现在大街上都传遍了 听说成婚者必出祸时 会不幸福的 这天下第一枚的人心太黑了 参生物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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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参生物赛 王我还以为第一枚能拨落成正 原来只是注重我音乐 走 咱们找第一枚要个说法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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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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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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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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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 公子说得对 小姐你不能去 是啊 小姐 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啊 可是 我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要不 把钱全还给他们 这事儿 是用钱解决不了的 为什么 外面闹到最凶的 李小姐 是李俊公之女 李俊公跟外来县衙 向先令问责 此次意外 让岳阳城的姻缘问题下去 现在无论于公于私 都不是小事 那 那要怎么办啊 当务之急 是先安抚明信 再谈戏她 云川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现在外面都在传 岳阳城是因为 是因为第一枚 遭了天前 那小姐 不会被抓去 爱明信吧 如果把我抓走 可以解决问题 那简单的 我们走吧 不行 红蓝树是我弄坏的 而且他们要找的人 也是我 这不关你的事 你不能去 放心 就是走个行事 给外面的民众 和郡公做个样子 郡公虽然是皇族远亲 但是皇上年幼时 曾受他恩惠 这点情面 不得不给 还是我去大佬吧 也许过几日 就能平息名分 你和李俊想想办法 怎么继续救红蓝树 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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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抓他呀 一定是上官雅搞的鬼 你们应该抓上官雅 就是 就是啊 抓他的 抓他 抓上官雅 童鲁术是我弄坏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天下人啊 你们bed joined diese 玩意 我们就要摄本养 再走 怎么没停了 你是大气 employer healthcare 这不是解决师的态度 这信啊 怎么办呀 那窦上还在门口守着呢 气人太甚 女儿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把所有的事情啊 都推到楚夜的身上 这样起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爹 你怎么 怎么还落井下石了呢 我 我为了大家好嘛 你看 伯父 小雅 我看那些外面闹事的人 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要不 去我那儿暂住几日 云川 那就麻烦你了 赶紧收拾一下 快 弟弟要快 快啊 快快快 那 云川 弟弟和奶奶 就先麻烦你了 我去县衙住 县衙 我去县衙住 为了楚夜 嗯 白天大牢看得紧 我不方便带你去 晚上我再带你去看主意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 没事 我倒是不担心他 他要是想出来 谁来得住啊 对啊 他是神仙 我担心的 是怎么救红蓝树 阿星 你知道历年来的限制放哪儿吗 你要限制做什么 既然红蓝树 对岳阳城来说这么重要 不可能一点文字记载都没有 找到那些书 兴许能找到救他的办法 我想起来在哪儿了 果然又记载 之前县令嫌爱事差点烧了 没想到现在倒起了点作用 太多了 当回家慢慢找吧 阿星 好 好 还没走呢 这每年对红蓝树的记录都不一样 而且 有些年份还没有记录 我得把它们都汇总起来 太辛苦了 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 还也不行 不找到我心里不踏实 不能让他们误会初夜 我还真挺羡慕初夜的 云川 抱歉啊 我们 夏阳 你别误会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到 他送给你的满城灯火 我就明白他的心意了 总比和我在一起要开心 所以你不必道歉 我所求 也只是你开心快乐 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的话 那你就赶快想想办法 救救红蓝树 这音乐乱象再乱下去 恐怕真的也要无力回天了 我帮你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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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看 这韭菜不错啊 是是是 多喝点了 好嘞 好嘞 今天不忙 没事 没事 闹够了没有 灵魂出窍去哪儿了 找了几个仙友 看看有没有办法救红蓝树 要是仙树能救活红蓝树的话 也不需要你下凡走这么一遭了 你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救树嘛 需要用人间的方法治 仙树是不行的 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吧 对了 你出去帮我告诉小雅 我在这儿一切都好 让她不用担心 你放心 你先脚一走啊 后脚就有人 过来帮你照顾她了 许元川 年轻 太年轻了 太冲动了 我发现了 之前书里寄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 其实就三点 最好的土 最好的飞 和最好的园丁 这样说的话 第三个更好找啊 当然了 你有官职在身 所以 找园丁这个事情 就麻烦你了 其他两个 我们自己想办法 好 交给我 你出来了 小雅 我们回家 你没打人吧 打了人是要赔钱的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和云川说正事呢 他找你能有什么正事 人家都说了 和我只是普通朋友 你别再吃醋了 那个 跟云川道个歉吧 阿姨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红蓝树 等树救活了 再说吧 喂 你们两个 出来吧 呃 我们刚好路过 没有头停 哦 哎 说正事 我找到救红蓝树的方法了 不过 得缤分两路 我俩一起 你俩一起 哎 世上最好的土 和最好的肥 最好的土 我知道 幻境神树下的土 应该是最好的土吧 嗯 你怎么知道啊 我听说的 谁啊 嗯 我听说那个地方特别难去 你们怎么去啊 啊没事 我有办法去 哎 那肥呢 嗨 这还不简单 哪儿分多去哪儿呗 那谁去找肥 谁去找土 我们等我们找土 我们等我们找土 筹签 嗯 哎 等一下 那是你手下让着你 让我来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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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住了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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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 哎 来 就是这儿了 我一个风流倜傥九重庆的神仙 居然要在这里跟你偷马粪 是你说要用凡间的方法 你要用仙术的话 万一不灵呢 这叫同甘共苦 这以后都是咱俩美好的回忆 懂不懂啊 走 这儿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马呢 可能出去玩了吧 不行 快走 马呢 就是这个 我的马呢 你们 你们是兔马贼 我 我们不是贼 不是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别跑 往哪儿躺你 不动 给我站住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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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许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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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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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啊 别追了 你们挡得真不小 敢偷我的马 我们没有偷你的马 我们没有偷你的马 我们偷马粪 不是你们进来 我的马又不会跑 我们帮你把马找回来行了吧 给你们两天时间 找不回来 我就去衙门告你们 我 我认识你 成交 早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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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不知道 不知道 不会就走吧 走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周元丁 才一笔是在那 这一笔是 我从哪儿有这手艺啊 去找元丁回去 什么 告示踢了三个失诊 没人来报名 可能是救红蓝树的任务太重 没人敢接这个活 这别人都找到了 我连个静人都没找到 我也没何在 赏经之下 必住永夫 再加十两银子上去 是 女人 三月 总 高严 一 二 二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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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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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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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 此处危机重重 这花香也可能是致命的毒 这药丸可以保你不受花香之毒 这么危险 此处迷雾诡异 会让人产生幻觉 一会儿不管你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都不要相信 你要是害怕的话 我送你回去 我不 我才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不拿到土 解不出去 好像有人在哭哎 去看看 哥哥姐姐救我 你看我受伤了 哥哥姐姐 这什么情况 这儿的迷雾会窥探你的弱点 再用你的弱点制造幻想 让你现在里面永远出不来 小心 小心 初衣 小雅 小雅 楚衣 楚衣 楚衣救我 小雅 楚衣 楚衣救我 楚衣救我 小雅 楚衣救我 楚衣 小雅 小雅 有沒有受傷 但是這裡好危險 我好怕 沒事 有我在 阿姨 我們回去吧 回去 你看 讓耳露 你不是小雅 快 楚衣 楚衣 你能聽到我說話嗎 楚衣 不要 不要 楚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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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你 你怎麼樣啊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你怎麼會受這麼重的傷 你為什麼會流這麼多血呀 我剛剛在那邊我過不來 我沒辦法幫你 小雅 快離開她 她只是幻想 別信她 她才是幻想 小雅 你不要被她迷惑 否則你會被她帶入另一層幻境 她說我是幻想 她怎麼證明 我說過 我不會騙人 你娘也說過這句話 讓她看著那兒 你看她 你小心 你有什麼證據 你有什麼證據 證明我娘說過這句話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真的 因为真的 楚衍 就算为我做了这些 也不会说的 小雅 别跟她那么多废话 我虽然是幻想 但你看到的都是真的 你身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吧 你别瞎想 我这不好好的吗 阿姨 你还救不救红乱树了 快点挖土 经过我的精心培育 保证每年增长七成 保证长得像新冠那么大 一年增值三成 我很有本事 好了好了好了 下去吧 下去吧 我救活了御花园 三棵千年古树 还有黄仔飞特别喜欢的 百年的牡丹 请我妙手回春 那可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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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回一回 你们搞皮高氧的 下一个 拖出去 快给我滚 还不快滚 不要挑大神的 快滚 给你表演一个 太极八卦 下去 我那土豆种得好 那么大个儿 下去 下去 滚 大叔给你表演一个敌 敌动 你以为树睡着了 下去 本官就不信了 这么多的人 难道就没有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吗 是 这 还有一个啊 在下诸葛匡参见大人 你又要展示什么才艺啊 大人恕罪 在下没有什么才艺 只喜欢钻研 只喜欢钻研一些齐门遁甲之术 按道理讲 这红鸾树之死 乃是大乱之相 可是这城中繁荣安定 在下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见到大人 才恍然大悟 原来 是大人这般福泽身后之人 才震得住这城中祸世啊 你怎知 是我福泽身后 大人出身 鼎魏高门 身上却没有什么娇涉之气 并似见来此是非之地 年纪轻轻 就有这般雄心和魄力 真是百姓之福啊 只可惜这些渔民 心智尚浅 还不能体会大人您的一番苦心 但我相信啊 在大人的领导下 他们一定会迷途知返 知恩图报的 你少拍马屁你知道吗 在下一届书生 只会说实话 不惜阿谀奉承 再说许大人 也不是肤浅之人 以他识人的眼光和谋略 岂是在下所能迷惑的 对对对 本官看上去 像肤浅的人吗 大人恕罪 本官看你啊 像踏实能干之人 大人过假 在下才疏学浅 不及大人天资聪慧 承蒙大人照顾 如果能在大人带领下 贡献绵薄之力的话 是在下求之不得的福气 你的马一匹不少都找回来了 好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毛糊一场 这些马分全归你们了 嗯 公子 我有话要对你说 阿喜兄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 诸葛先生 为了想出救红蓝树的方法 是以夜未眠 大清草 就跑来找我少阳对策 你再看看体验 我 大人未眠操劳 呕心力血 在下岂敢安枕 更应效仿大人勇往之浅 还要你 那 Tay 这面条 那一看就是好土啊 哪里搞来的 横远的地方 日夜间重送来的 云川 家人呢 找到了吗 这是这位诸葛先生 现在 就只剩下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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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来啦 来 这红蓝树后在下能治 不过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两日后挑个吉时再医治 好 都听先生安排 那个人要是把红蓝树救过了 咱们单身的人都不好过 只能让他救不了 那个诸葛先生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感觉有点怪 哪怪啊 不好说 红蓝树的事这么大 没点本事 怕是不敢接 我觉得吧 来来来 奇怪 他们又不找我 我多说 等着 等着 他们肯定以为楚夜在牢里 那现在又是被他们看见了 指不定又要闹 这还不简单 我让他们看见就好了 这些人怎么还不走 第一枚和红蓝胎关系密切 就算楚夜被抓进大牢 他们也不会放心的 怕云川寻思再把他放出来 那也不能让楚夜 一直待在牢里啊 这次郡公出面 为他女儿不平 肯定会钉死了第一枚 我们也不能自找麻烦呢 你的鬼主意呢 有了 我觉得左眼不够完美 我觉得右眼也不够完美 我觉得嘴巴还可以厚一张 鼻子还可以花白一点 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哎呀 不行 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不是你了 我看不惯啊 你这样挺好的 是啊 再凡间就不要乱用纤术 万一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那就糟了 那就糟了 再说你总是和凡人打交道 乱用纤术不太欺负人了 不太欺负人了吗 你们是故意的吗 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为了第一枚嘛 为了第一枚嘛 继续吧 你从来都话不多 微笑看我在啰嗦 却总晓得我在想什么 我怀疑 这种你 是你的心情 让我确定 让我确定 离不开你 每一件 为不足道的事情 拼凑成感动浪漫的剧情 每一次为我紧张的表情 为我担心 躲过那自己 每一件 无足轻重的事情 传练成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你的过度里 可以任性的安心 我想我遇到你就是最好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